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汉字 是玉 玉这个汉字 它的意思就是妇女 正在粉棉的状况 叫我们这个字 它的写法有好多种 虽然它的写法有好多种 它基本上构型 它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登记做的一个女人 这个呢是一个字 是孩子 这个教科班里面写了 这个女人正在生孩子人家分娩 这个孩子的头朝下 分娩的时候 孩子就是头 第一个出来 其实手术难产的时候 可能是手啊夹这个出来 正常的时候 都是头先撸 教科班这个字 它就是写的生育分娩 有的教科班里面写呢 在还有几个点 分娩过在哪呢 有羊水和血流出来 所以这个鱼的本意 妇女生孩子 虽然孩子需要服养 所以这个鱼 它有养育字 在里面 下面呢 我呢把这个字的写法 来引识和大家一起分享 教科班里面的写法呢 首先它是写的一个女人 这是个字 表示这个女人 登记在那里面生孩子 今天我们无从子晓 古是一个分娩的事情 它是采用什么样的 体位和知识 从教科班这个字 这样的看 分娩的事情 可能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 登记为 是这样的一个知识 这是教科班的一款写法 还有一款写法呢 它写的这样 这个女人採取这个字 登记为 生孩子 这个点 表示羊水和流出的血液 还有一款呢 它的写法呢 写的这样子 它是一个 规矩作的一个知识 差不多是 这个字 和这个字 打方小一 就是这个两人的知识 体位不一样 这是一个登记作的知识 这个呢 是像一个规矩作的知识 还有一款呢 它这个写法呢 和其他的不一样 也可能就是 古人发现了 有的 孩子生的是一个 是难产 所以它这个字 写的这样 就是这样一个字 这个孩子 要么已经分明结束了 把它包出来了 要么就是算 这个就是个难产 加线路 我们看这个前面 这三款 正常的分明的话 都应该是头先露 头第一个出来 而这个 要么已经分明结束了 这孩子 要么就是 这就是难产 在经文里面 这个字呢 它是这样写 这个上面的点 就是代表 表示呢 这是阳水和血 在孩子的周围 它这个字 它也是采取一个登居微 所以 经文第二款 它写在这样子 第三款这个字呢 它写在这样 它这个体位姿势 都是这样 明天 这是不是是不是 这个则 这对 说明天 你怎么没有 看彩音 好的 你们在来 说明天 也知道 性 怎么来解释 我们亲密解释母亲母 就是这个字 这是代表乳方 这是个语 刚刚才审孩子 我们知道 从审理角度开 刚刚才审孩子 分明的是一个母亲的乳方里面 他还没有乳字 乳方长大 这是有的 所以他写了这个母亲的母 这是一个字 和其他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在这个地方 所以小尊里面呢 这个字呢 他是这样的写 小尊里面呢 还有一个字呢 他是这样写的 小尊里面呢 小尊里面呢 还可以写的这样一个字 这是在小尊里面 这一个字 就是汉字简化以后 这个字 基本上就是 最用于这个人命 或者是地命 在山域啊 繁域等等智慧 就用这个 这个字 绿树里面 它这样写 绿树里面 它这样写 开始呢 开始呢 就是这个字 引标过来的 对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开始于学生见 与这个字从教科文进门来看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妇女生孩子 因为生了孩子是要养育 所以这个字得有养育之意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